Hello 大家好 我是愛麗絲 來到大年初三晚 剛剛吃飽飯 就來到宋玉生公園 旅遊局舉辦的大型賀稅活動 花車會演和煙花表演都會在今晚舉行 煙花表演的片在今早凌晨已經出現 我們繼續說回花車會演 會在農曆年初三和年十二分別在中區和北區舉行 除了有剛才開場的表演之外 稍後會有花車巡遊、文藝表演、花車展覽和線上 除了有剛才開場的表演之外 今年的花車會演以福府大將軍、韓服易秀、福府生威轉乾坤 這個故事作為主題 並且以同名的多媒體舞劇 串連整場花車會演中耀眼的花車 連同各隊表演團隊的演出 會集了表演嘉賓、本地和內地的表演隊伍 向觀眾展示十四輛美輪美奐的花車 以及二十二支內地和本地的表演團隊巡遊演出 花車會演的開幕式 會在晚上八點鐘在西環湖廣場舉行 之後花車和表演團隊 會沿著孫逸仙大馬路巡遊到終點站澳門科學館 而觀眾席和定點表演區分別在西環湖廣場 孫逸仙大馬路、觀音蓮花園前廣場 和澳門科學館園營地 觀眾可以在下午五點半開始進場 見到第一架由市政處帶頭的花車 由於觀眾席要很早入場 加上坐定定不能近距離拍到花車 我選擇由觀音像開始沿著海邊一路走一路拍 盡量選擇一個比較好的位置 除了拍到花車之餘 亦可拍到炮竹延放區 而年十二晚的花車會演 會在晚上八點鐘沙泥頭北街起步 會途經青州大馬路、拱迎馬路、 黑沙環馬路、武拉時大馬路、 黑沙環第四街、長壽大馬路、 市場街至終點、右翰街市公園 花車分別於2月4日至11日 在科學館海堤 以及2月13日至20日 在塔石廣場免費展出 圖人可以近距離欣賞花車 在大年初一和大年初二 錯過農曆新年慶祝活動 希望今次拍攝花車可以補數 大家會見到很多表演隊 都是熟悉的博企 亦有政府機構和一些體育會等等 而在我左邊剛剛好看到人家放煙花 如果拍得切的話 我都會拍給大家看 今日請進展示 persistent 不用了 抱歉 多大封 olv跡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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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